位在花蓮受封东华大桥下的一名西瓜农 6月初向警方报案说 他田里500颗大西瓜一夜间被偷光 由于数量庞大 警方不敢大意 但远警四处收正 都找不到窃贼的踪迹 正当警方纳闷之时 专案小组从死剥茧找到了答案 原来是瓜农跟供应商签约 但是搅不出那么多的西瓜 竟向警方谎报失窃 这是他们逃犯的 逃犯载不票 紫的瓜田向大家诉苦 田里的西瓜一夜之间被搬光 花蓮受封东华大桥下的西瓜农 6月5号向警方报案 自己种了500多颗西瓜被偷 第二次了 第二次 上一次被偷了多少颗 三颗而已 三颗而已 对 所以那次也没抓到人 对 一定用货车进来啦 进来再走的啦 你要用轿车没办法载那么多啦 由于召窃西瓜数量庞大 警方不敢大意 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调查 不过调阅周边监视器 以及查访可疑车辆 都找不到一丝丝 窃贼的痕迹 最后专案小组 突破瓜农员工的新房发现 原来是瓜农跟经销商签约 但交不出西瓜 才谎报西瓜失窃 原来要偷走500多颗西瓜药耗费不少人一个时间 但专案小组扩大搜查就是找不到可疑车辆跟采收西瓜的工人 最后突破瓜农员工新房才侦破这起谎报西瓜失窃案 警方证据之后依伪造文书 诈欺 窃盗 诬告等罪名 将证明灵性瓜农移送花莲地检署争败 记者综合报道